今天在我们现场 我们最后是有一个 这个决赛环节的 这个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还好吧 你再给我们重申一下 您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用一根手指 去追踪物体 它的规则就是 除大小模子以外 任何一个手指都可以参与 好 进入我们今天的梦想时刻 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 挑战的环节 即将就开始了 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整个这部分的重量是多少 放脸片是270斤 这个底拖加绳索是3斤 整个重量是273斤 273斤 也就是说如果用一根手指头 把它成功地抬起来 对 然后就是5秒钟 5秒钟 持续5秒钟 持续5秒钟 现场有人想上来 感受一下的没有 这种考体能的事 还是得我们的体能担当于老师 还是于老师 这可能拎不起来 抓不住宝 试试吧 试一下 来掌声鼓励一下 好 我两个还动呢 是 做好了 安全第一啊 米二三 可以了 可以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我们那个腰没事吧 腰没事 你看我站的时候我得立着站 如果不立着站 歪着的话腰一下伤了 那鱼老师我们就再凡人一起来见证 好不好 见证我们那个龚老师他的挑战 龚老师您可以随时准备 准备好之后告诉我们 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热热身什么的 是吗 不热身 哇 拉近了 这个不光是指力啊 这个臂力也得够啊 是 举起来之后我会给您倒数啊 一 二 三 四 五 龚老师 手破了 手破了哈 那就不来了吧 需要创可贴贴一下吗 可以了吗 还要再做一次吗 还是说 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就不来了哈 好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龚老师 龚老师我们说说刚才整个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个有点不稳定 有点不稳定 有点不稳定 就是晃动 但是刚才就是我是简单的用这个目测给我们的龚老师计数嘛 数到4.5的时候 这个270多斤的重物是掉下来了 我对我今天的成绩不太满意 我预期目标是10秒 我感到有些遗憾 接下来三位老师你们的任务来了 基于我们的龚老师全场的表现 你们觉得他是否能够晋级年底的这个决赛 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感受 他的手有茧子 手指粗大 他是经过长年的训练而让手变得强大 生活就是这样 哪里有压力 哪里就会变得更强大 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也一样 不要害怕磨难 不要害怕困难 不要害怕痛苦 今天你的梦想已经留在了这个舞台 所以我们应该为你祝贺 梦想的盛典呢 可能期待你更大的梦想 才能有资格进入到那个舞台 我今天非常荣幸看到你的表演 但是那个舞台可能需要你重新再 树立一个新的目标 才能重新再起航 所以蓝灯希望树立下一个 让我们更振奋人心的目标 这只是一个提醒 蓝灯 谢谢 好的 陈老师 刚才我也去把自己当做一个砝码 去感受了一下我们挑战者的这个力量 非常的稳定 能够看出来这么多年的这个功夫 包括刚才在提这个杠零片的过程中 实际的重量也会大于他自己的 就是自身的这个净重量 咱们选手的梦想是弘扬中华武术 那么中华武术里边的道和树 怎么样去把它更好的挖掘出来 那这些东西怎么样用更好的形式 更吸引年轻人的形式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这位老师可以再琢磨一些更多的花样 所以我呢和余老师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期望呢是您白尺干头再敬意 我今天给出的是蓝灯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郭老师 其实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 它也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支持您 虽然刚刚两位老师是给您的激励 但我这边我还是很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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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国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希望让我们中国人格外自信的中国功夫 越来越被全世界所了解喜爱并接受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谢谢董事长 我们每一体人也会承担自己的使命跟责任 如果您未来还有什么新的才艺 第一时间再回到天津卫视 我们永远等着您好不好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郭老师 谢谢 继续努力好不好 好的 赶紧去休息一下擦擦汗 好 谢谢 辛苦了 辛苦您了 辛苦您了 辛苦您了